好,接下來下一套作品 你看這套作品,你明白裏面的個小時樂趣 證明你的年紀有差不多的 也不是啊 話題性作品 那些屋邨商場還有這些賣的 有的 現在的小孩去領會商場 不是,現在只有領會商場 我不反應,你是對的 市多都會找到的 即是舊村的市多 殘餘的市多 有次行山行到三個村裡有賣的市多 有這些東西賣 那你也說了 接下來要講的是粗點心戰爭 這套東西簡單而言就是講零食 粗點心介紹 至少一半的故事內容 是圍繞一種零食去講的 就是講零食的發展 歷史 還有它的特色 如何吃法 還有可以怎樣玩 還有可以怎樣玩 因為舊底那些 你去市多那些 其實大部份的零食叫做食碗 其實你可以叫做食碗 在日本來說那些叫食碗 其實是又吃得又玩得 出奇蛋來的 但我又不是國王斗棒 有什麼很好玩 隨便吧 像狼人一樣拿著吃 粉 玩粉 我不知道有什麼好玩 但是 故事裡面其實就說 阿狗這個 又是立志 成為一個幻畫家的 嚴格陳後的 他起碼還年輕 還可以有夢想 不是29歲 我明白的 很快就破滅了 不要緊 不要緊 他就算是家裡 都可以做太智 他也是另一個身份 他是老闆 都可以做 不要緊 他還有一條後路 對 不像你打工 靠爸爸真的不一樣 那 他爸爸就很想 他去承繼他的粗店 心店 不知道第幾代 算了 生卡 黑村仔 或是旁邊 小生意 老闆就是老闆 然後 壓刑這個角色主義 不知道為什麼 是想請他爸爸 但是不知道 請他爸爸去做什麼 他應該是大家族的千金 操點心的 就是有企業 的千金 但是不知道 就是請他爸爸去做什麼 你當是心穎 牛奶堂那間 那間 就為了 可以刮到他爸爸 去他公司做事 先要 就是讓阿狗承繼 承繼 承繼了這間粗店心店 是 那他等一下應該摧毀了他阿狗 有漫畫蒙 你做不到漫畫家的 你算了吧 你看 高成 阿神會不會有多厲害 你這麼廢 算了 你只剩下我身份的 你看前面爬他29歲的阿叔 算了 你說不到的 你買pizza 不是 你應該這樣說的 就是 我已經用金錢封殺了 你一堆的退路 是不是簡單一點 雜英石做好 不會得到你漫畫 動畫的東西 不可以做我這麼嚇唬 對 這套是輕輕鬆鬆的作品 對 他唯有 就是 希望引起他 對粗點心的興趣 對 那就是 展開的一個故事 其實是 其實算是女追男的故事 也不是 其實 整班在發病的故事 兩樣同事發生的 對 最主要的是 剛才說的 他在說 一些粗點 其實 你不認識的話 其實這套東西的樂趣 真的少很多 無論像 村屋可以吹口哨 那些糖 那些糖 這些其實很多都是賣 你和你的自身童年 那種 回憶那種 有種關係 所謂集體回憶 對 現在是很難有這個集體回憶的質疑 尤其是 如果你在香港的話 就是什麼呢 Facebook 當你去麗園 扔六箭 都要5元的時候 你好像扔了25元 你說什麼 你自己也扔了25元 我在旁邊看著你們 不關事 做什麼 六箭也是一種操點心 這些是一種回憶 扔六箭是一種回憶 它其實也是食玩來的 你是玩了才吃 玩了才吃 玩了也未必有得吃 我承認這個 真是很舊式的食物 尤其是如果你的童年 是一個悲哀的童年 未接觸過這些粗點心的童年 或者是你媽媽 納到你的利用錢很緊的那些 經濟封鎖 不讓你吃點心 又說是吃華人家會 你是少了這些童年會 當然你有童年會 當你看著零食店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怨恨的眼神 看著過去 然後轉回 可能會有那些回憶 電馬屎龍說過 長共渡 那個幻牆的歲月狗難 現在不流行那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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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唱什麼 做無間租 唱什麼 這裏最主要 三集裏面 他都在說 Holo 我想到最後那集 都會是這樣 因為沒有什麼 劇情 劇情上 都不會有什麼推進 最多是加身角色 不如沒有 好像都是五個人 又是三號 即是 兩個女生 兩個男生 加爸爸 我覺得他最主要是 其實真的看粗點心 就不是看角色 或者劇情推進 甚至他用粗點心 然後就是什麼呢 將粗點心 以人化 成為一個故事 我覺得應該會 那個銀魂 不是 日本那些廣告 也是這樣賣的 即是日本那些廣告 其實你講他 剛才阿嬤說 日本裡面 其實你看到很多零食 其實是有一個Logo 阿婆也好 一個好像弱智的小孩 在那裡 戴著嘴巴 你不要這樣 你都講得很明白 你都講得很明白 大陸那裡 都有一位 扔著我的小孩 都是弱智的款式 真的 不會被消音的 是吧 山製版那些 有一個人來監督 你才知道 不是那個時候 設計一隻食品 其實都有些故事 對 究竟解會設計成這樣 其實都有一些故事 最主要是集中這件事 不過你說 有沒有解釋怎樣舔嘴 我就不知道 這個都是傳說 這個 你認識多少 大家不要執著 我舉個例子 你說媽好辣 噴火也是不知道 你說胡子屋阿婆 這個比較新的 這個 這個比較新的 我幾推介 這個零食的質素不錯 媽好辣 不是旺旺的燒米餅 我們小時候的媽咪麵 那些 對 現在什麼藍屁股 你覺得那隻公仔 是很灰爽 那些 好像得罪了很多 很多不同的牌子 不過 你快買吧 你傷了我們的童年回憶 怎麼計算 本身都是黑暗的 有所謂的 幫你添知色彩 這個就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就是說 能不能夠吸引到你 其實我也很在於 你對那個 有沒有共同回憶 有沒有那個共同回憶 但是 而那些共同回憶 老實說 80後90後 80後 80後有的 80後有的 我覺得先會的感觸會 80後應該都沒有這些 以香港來說 其他地方我不敢 但其實裡面那個 玩意可能會 反而是 有些人會玩過的 例如拍公仔紙 拍卡這些東西 就是 技巧來的 講不講技巧 我覺得運氣會比較重 技巧來的 是吧 但是 除了你說 他說操點心 那些 吃東西 玩法 起源 什麼都好 除此之外 這套東西 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另外一個 看點 就是那些女角的 一些誇張的表現 不是眼角嗎 也算是 我常常覺得他們好像 沒有份教 很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這樣 他畫到的樣子是什麼 這套作品 你又說得對 演加段只有兩個女角 但好像他們 整天都不夠份 而且那樣是空神我殺 所以其實 我是在想 是不是掛飛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跟畫風有關係 你看他畫的眼 眼白的地方 其實很多 眼裡面 黑色的一點 是很細 是好像吃了一些氫菌劑 一陣子 只要那個眼 偏上 就會變成某一隻 某一隻眼 糟了 我不敢再說下去 再說下去 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而且剛才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這套東西 為何在日本那麼奇怪 有那麼熱 或者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 不要說兩個女角 三大女角 特別是她的女主角 阿贏 首先她的動作是很誇張的 然後也有人集中說她的身材 還有她的樣子 因為其實她整體構圖的畫風 其實第一 她不是只剩下一個人 但她跟正常大家看慣的漫畫 是有幾明顯的分別 反過來 身材比例上 不是 她的樣子 她的畫法 反過來她的樣子 其實會像一些 成連向月刊漫畫的畫法 其實是的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你不均勻在普通漫畫 一般看見這種畫法 所以反過來 這是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她加上誇張的表現手法 所以這是另一個特點 而動畫也會做出這些東西 變成同行界的大賽 對 所以她跟極彩色那個 是C98本子爭絕王 這一套 介紹到這裡 其實她跟很多關於食物類型的動畫作品 一樣 其實是真的看受用分的 不過她這裡有多一點點的樂趣 就是 那些粗點心有機會 你吃過 真的不同 就是 一個很美麗的蛋包飯 更美麗到是什麼 喂 太無幻了 好離地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真實一點的東西 蔥油 撈蛋白包著一個黃金的一鮮 蛋白的一鮮 重點就是吃完會爆衣 那些是幸福滿載的 吃完會爆衣 那些是食器之靈 或者真的很好吃 那火柳自多星 哇 你都說得好 深夜我都看過很多的 這些東西 對了 那我們這套就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